這段影片就要講比較租金回報 英國和香港 英國是高香港三倍的租金回報 而哪有識計 給大家一個答案 總之香港這一刻 600萬的樓收到15000元 認同的 應該認同的 但是英國多少錢才收到15000元的租金 答案就是其實用250萬的港幣 就收到15000元 整件事真的容易很多 所以買來收租 或者買來 收完租 來到香港租回這層600萬的樓 又可以 OK 那你說為什麼英國的租金回報 是 那麼高的呢 那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別人就是這樣 BB也要懂得計的步驟 跟大家一起 好了 弄了一個Excel表 基本上放了樓價 和每月租金 你就會看到 剛才那樣東西 先看看香港 這裡 28hose 5月 2005月 隨便我搜尋一個圖大花園 你會看到 大概 他的租金 14000、14000、14000、15000 全部都是 14000 那你買這層樓 收這個14000 你是不借按揭底下 你才收得足 那要多少錢呢 剛才我講過了 大概600多萬 611611655 6558 大概 683 好嗎 當是683萬 認同 好了 我們放在這裡 18000、18000 就收到 大概 15000 給多 OK 好了 這裡是未算離印 未算離印 所以你的回報 好像很高的 差不多3厘 但應該是 不止 英國 要收到15000 用200多萬 就可以 看看行為 好了 塵樓 我在L10 利物浩 大目卡 不知道利物浩 不知道 我用一個地圖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Manchester 這個利物浩 我們也經常在這個位置 買樓 因為 不算貴 由剛才回報又高 好了 看看 樓呢 Lowest price 然後 兩磅至三磅 好 直接轉到三磅 容易比較 最便宜 79000 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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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萬7 好了 要貴的 因為 filtr 由便宜開始 基本上我在這個區 大概8萬 有間屋 好了 8萬有間屋 接著 我在這個區 L10 的四分之一 大概這個位置 成為一Manchester 這個就是租的 大概有六個result 當地圖分析在這裡 最便宜 沒得再便宜了 575 580 595 595 60 這些美麗一點 600 這些再大一點 775 我們當年不可以 拿最貴的 我就拿最便宜的房子 8萬 和最便宜的 你可以收到的租金 大概575 就來比較了 OK 那當然 看看 其實那些貴老 租到那些屋 是怎樣的 都是貴的租金 不是豪宅 等於我們香港的 淘大花園 好了 即是8萬 我剛才收到多少 575 575 也是3房 我買的全部是3房 全部是3房 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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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即是剛才收到 575 好了 當年給了中國管理 KKK 那些 當500 好 當收得500 這裏成分浪費 80萬浪費 收到 5000元 浪費 對不對 好了 你說這裏收15000元 這裏收5000 這裏收5000 即是要有多少間屋 我當三間 我買三間 這些80萬的屋 我就等同 回這個15000 這個問號就是你要買多少間屋 那就是三間 三間我不是要 動用 2004萬港幣 因為80萬一間 即是 2004萬 我就收到這個效果 聽說現在這些樓價 要600多萬才收到這個效果 都不要說 你有沒有 資金 全部拆了600多萬才收到 丁市那麼多租 我當你有 你都是這樣 你搞不定 即是靠收租 你去過活 搞不定 但這裏是OK的 我不要說過活 所以 香港你600萬的樓 買 來供 你就給了200多 300萬的首期 你就去供 買了之後你都還要供 起碼有15000至18000 但是那邊 我有2004萬 當香港的首期 我就可以full pay了三層 這些樓 而收到租金 我就可以租了一層 香港 600多萬的樓 從而你沒有壓力 因為你每個月 不用再去供樓 是否容易很多 整件事 好了 你說想 開始去玩 是會很少傻 但是 我有很多問題 發問問題 可不可以借按揭 收不收到租 樓是否租得出的 團隊 有些人幫忙 稅務 我們收到租 要付稅 當然 你香港收到租 你都要付稅 純粹 你香港 你沒有打理 你就不用 但你打了什麼都要 有什麼陷阱 香港人怎麼開始 如果你想知道 關於在英國 去買一些二手樓 去投資的話 我們英國業主會 有一些線上線下的內容 你登記完之後 我們就會傳這些片給大家看 我們先會做一個海外樓的環球城市比較 你說英國很好 你在那裡賣 當然 不是的 我自己的錢 我都會叮叮所有國家 哪裏最直播 所以我會全部compare大灣區 大阪 曼谷 馬來西亞 吉隆坡 多倫多 美國的 紐約 紐約 英國的 曼徹特 倫敦等等 Sydney 全部compare 以下那麼多條款 例如有沒有外管制 有沒有租金回報 政治穩定 你一下是什麼人 按揭 釋放價錢等等 然後得到結論 所以這條片短短10分鐘 給你一個環球性的眼光 第二 我選了一個地方 我都有新樓和二手樓去選 為什麼我會選二手樓的house 而不選當地新樓的apartment 大家有好處 大家也懷疑的 Apple to Apple 之後就會說英國 鎖定英國 有什麼物業的基本面 是令到 我們這麼看好英國的二手樓 跌倒好了 英國的Liverpool 有很多行友仔 我買樓需要高回報 從而跌了一些很高回報的陷阱 我guarantee你有 七厘八厘 我是說利物浦 是一個真實回報 不需要人驚訝 真是市場的租化給你 還要給了租金管理 給人去幫你出租 都有勢到八厘 一個真實回報 怎麼做 還有不用錢買一層英國樓 怎麼做 這個就是線上的 在尖沙咀的那裏 和大家分享 會講這個 選擇地區 你選擇 對地區 其實很多地方 麵包比麵糰便宜 所以那些地方 將會急升 其實其他都會升 好像德福都會升 葵景的花園 就升得更厲害 因為那一刻 麵包 是很接近麵糞價 在香港 麵糞 600元 基本上近乎零 所以那些會急升 所以選擇地區 出了一個策略 怎樣計回報 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黑眼睛 是可以六折八厘 如果提升租金回報 你說我黑眼睛 我覺得不夠 我要10厘以上 那你就做多一點 逃房的分租 或者Airbnb 短晚的出租 你去提升租金 是10% 怎樣在倫敦炒漏 你說10% 都不夠 我要再高一點 那你就要去到倫敦 這些貴價少少的區域 去賺 就不是買來收租 買來去賣 從而一個年回報 做一個project 在不借錢的情況下 就20% 這些全部在 沒有借到錢的情況下 都可以做到 當你借到錢 refinance currency 這個 利數更加會提升 通過按揭程序 自制一個10成按揭 就是剛才所說的 怎樣不用錢 去賣樓 怎樣去避開一些陷阱 我覺得很多陷阱 先了解陷阱 不輸錢 我們為先 裝修出租 裝修小不免都要搞少少的 如果你是二手樓的話 當然有些很漂亮的 你不需要去裝修 但是出租你都要的 我可以講解我們的團隊 一條龍去調動 這些團隊本身不是為大家 是為了我自己 純粹可以share 給大家用 英國的賣樓法律 的流程 我們進積調查層樓的所有東西 最後稅項 有三大稅項 那些稅 不知道就被嚇鬼死 知道就被笑死 因為怎樣可以合法地 給少很多稅 一定比香港的所有稅 所以線上施下 的內容你登記了 我們就到時見 可以在下面報名